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典型的钥匙圈 那这个雷切的钥匙圈呢 我们仔细去 分辨一下它的组成 它会有一个雷切的底板 就这个 整个飞机机身的部分的雷切底板 然后呢 还会有一个可以用来穿钥匙圈的洞 然后还有上面的 图案跟文字 大概会分这三个部分 去组成 那这里面 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各位可以看到那个 底板的外围跟这个洞的部分都是切穿的 那切穿的就是我们所谓的 雷切的部分 直接把它切断 那另外这个图跟文字的部分呢 它是 使用雕刻就是它只有挖下去 它并没有把它切穿 所以这个叫做雕刻 好那对案叫做扫描 好 那这是一个钥匙圈最基本的组成 组成